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无名,预告出圈,王一博转型或央视认可 也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去无名的宣传片 虽然只是短短数秒 但是王一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不得不说,他的古装很符合他的性格 王一博一开始是在男团体里认识的 那时候他的一头金色头发确实吸引了很多粉丝 不过因为经营不善,导致这家公司一蹶不振 经过了好几年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起色 成员也都被打散了 想要再聚在一起实在是太困难了 王一博也是一门心思扑在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上 偶像变身偶像 现在娱乐圈里的明星都是很常见的 特别是一些小鲜肉 稍微有点人气就会去娱乐圈混 因为偶像是专业的 所以他的表演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因为他的作品太过低劣 所以很多人都对他的偶像很忌惮 因为他不希望他们继续在娱乐圈里混下去 但也有一些偶像 能够在娱乐圈里翻身 比如一阳千玺 一阳千玺以前也是男团的成员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 三人分开 分开发展 现在很难再见到小三之了很多当红的艺人 都会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题材 比如古代的木偶 比如现代剧 这些都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但是 同样的人物 接受太多的话 会让人产生厌倦感 而不能从自己的圈子里出来 等待他们的 就是自己的人气 一阳千玺是个很有创意的人 一阳千玺一出生就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他选择了古装剧和现代剧 但是 一阳千玺却有着自己的梦想 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大学 一阳千玺的表演也是谁长船高 一部《少年的你》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长安十二时辰 送你一朵小红花 长津湖 都让他成为了第一个拿到了十亿的票房冠军 交通转换要慎重 但真正能成为优秀演员的 却是凤毛麟角 更多的时候 会被人嘲笑和嘲笑 那些当红女星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那些对艺人工作没有任何尊重 甚至毁掉自己工作的事情 实在是让人愤怒 他在自己的行业混得风生水起 就一直在自己的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却偏偏要跟自己叫板 这就导致了他的弱点 可能是有大量的粉丝在后面支持 他才敢踏上这条路 但如此一来 他的弱点就会被彻底地揭露 洛涵的上海堡垒 孟美琪的《我心飞扬》 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不过不得不说 洛涵最让人欣赏的就是他那永不言败的性格 你别看他一副事业心全无的样子 也很少在电视上露面 不过上海堡垒 一出 他就屡屡让人大跌眼镜 当红艺人仍要靠自己的工作来证明自己 在电影里 陆寒一直都是个帅哥 后来因为这个人物 他也做过不少改动 比如和吴磊合作的《穿越火线》 在豆瓣上打出了7.9的高分 在这部电影里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宅男 最让人意外的是 在劫南逃 他是一个救人如麻的好人 而他却是一个可怕的杀人狂 陆寒这一场表演 将白切黑这个角色演绎得非常到位 哪怕和王千元合作 他也毫不畏惧 这让陆寒又一次有了长足的发展 除了这些 像李一峰和张艺兴这样的演员 都没有在娱乐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他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感受着自己的个性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未来 所以 一个当红的艺人 要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光有颜值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好的电影 而现在 王一博正在转型 终于要展现自己的实力了 就算是央视 也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评价 卸下标记从头再来 央视也说过 王一博有各种不同的标签 比如当红明星 少年成名 歌手等等 这些标签看起来就是一顶皇冠 实际上却是一种枷锁 让他倍感压力 他走到哪里 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俗话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出名了 受到了很多批评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失去粉丝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 就如他在吴感恩里所说的那样 我不是你想得那么好 也不是你想得那么差 我只是看了一小段 就很爱我 然后再一次践踏我 这也正是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 他决定去 这就是街舞 以一种自己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街舞能力 以前王一博有不少的古装剧 比如 陈情令 风气洛阳 这些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但这也限制了他的发展 让他走上了一条单一的路 所以他选择了警察 飞行员等不同的人物 让大家都能看清 王一博的真面目在工作上 他摒弃了浮躁 变得严肃起来 在剧本被人批评的时候 他努力练习 而当他看不懂的时候 他会努力地融入自己的性格 学习自己的性格 哪怕是在烂摊子里挣扎 有什么厉害的呢 è 有什么厉害的呢 有什么厉害的呢 好 有什么厉害的呢 我也是